五元四年,十一月,苍州城人进阶兵,公主殿下于半月前入主苍州城,虽是大部分百姓都期待了许久的事情,但毫无疑问,朝廷不会对此放任不管,他们很快就会迎来朝廷的清脚。 在这之前,他们需要将城墙修建得更加厚实,更加高大,结实并且牢固,才能阻挡住即将到来的敌人。 由前任丞相亲自执笔的脚文已经传遍了苍州,当今皇帝杀兄是父,罔顾天命,已经施了帝王之德,又将整个五国弄得分崩离析,反贼四起,早已不配为敌,事实又有地心陨落,天象是景,端荣公主奉先帝一致,起兵讨逆,方氏正统,这一份脚文,在半天之内,就贴遍了苍州城内的大街小巷,并且由勾兰的说书人散播出去,逐渐地向着更远的地方蔓延。 朕可真是有一位好妹妹,传令下去,命南州都督为票旗大将军,领武州守兵,即刻发兵,收复苍州,不惜一切代价,平定苍州叛乱,死活不论。 朝堂之上,一片寂静,文武百官低头沉默,只有武皇愤怒的声音回荡,直到朝会散去,百官从大殿内走出来,走出宫门,浓浓地压抑气氛, 才有了消散的迹象。 将杨府的赏金也加在他的身上,另外,在追加十万两悬赏,告诉那些所谓的武林义士,如果有人能取得端荣公主的人头,赏白银三十万两,增值。 杨泽,老夫从一开始,就不该让你活在这个世上。 黄书公,杨氏皇族的男人,已经死得只剩你和我了,再死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又有什么关系? 既然如此,老夫这就送你去见你的父亲兄长。 黄,黄书公,您不是宗师吗?不是天下无敌吗?你杀我啊,我就在这里,你过来啊。 阁下是何人,为何要参与我皇族家世? 他还欠我一件事情,你不能杀他。 既然如此,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黄书公,您要是再不敢去,怕是只能给你最疼爱的端荣公主收尸了。 如影随形,你是徐天什么人? 你认识徐天? 这如影随形身法,是那老家伙年轻的时候创下的,也是他最得意,时常拿出来吹嘘的事情,他对此视若珍宝。 这门身法,当年他连我都没有传授,他竟然将这门身法传给了你,难道你是他后来收的徒弟? 我是他XXXXX。 你和徐天很熟?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算是香蕉默逆。 香蕉默逆? 当年我们二人距离宗师都只有一线,我们定下毒斗,毒谁最先突破那道屏障,当年我比他境界还要高上一线,他心中不奋,为了赢我,斩断杂念,抛弃一切,闭关数年。 为了赢你,斩断杂念,抛弃一切,比关数年 没错,你既是他的徒弟,难道他从来没有和你提过我 你疯了吗 疯婆子,疯婆子,快助手,这样下去只会两败俱伤 助手,我认识徐天,我认识徐天啊 自从到了五国之后,徐老就经常一个人发呆,似乎是陷入了某种回忆 他不说,瞎人也不好意思问,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啃鸡腿已经很久了 上面的肉已经被他啃了得干净,连骨头都被他啃得满是齿瘾 你去厨房说一声,一会儿给徐老再加个鸡腿吧 鸡腿一会儿再讲,姑爷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三十万两银子,买我宝贝狮子的命,这是我见过的最抠门的皇帝 我警王的失职,难道就只值三十万两银子 通知屡落,广发英雄铁,悬赏五国皇帝的人头 赏银百万,令奖吹毛断发,薛铁如泥的神兵利器使法 接受定制,免费包邮 此外,再将英雄榜积分一万,还可以侠客自身为原型 量身定制,武林英雄主题的细文译本,由高兰代为传颂 姑爷,一百两针的有人会去砍了皇帝吗 想啥呢,恶心恶心他就够了 据说,丹容公主的赏金又增加了五万 整整三十五两白银,要是能得手 应该有资格登上刺客榜榜首了吧 从来没有过如此高的悬赏 若是这都不能,还有谁有资格 两位说的都是什么时候的老皇帝了 悬赏榜上,最高的悬赏 有百万白银,神兵十八 能被说书人青睐,帮你扬名,能得到宗师指点 还能让你一举登上刺客榜榜首,两位一定不常关注十四吧 这位兄弟,你怕是在做梦,带万白银,神兵十八 还有宗师指点,谁的脑袋只这么多银子,你是遇到了江湖骗子了吧 谁都知道,这端荣公主的悬赏,其实是当今天子受益的 难道在这五国,还有人能比皇帝更有才艺,更值得信任 当今天子若是可谢,当初被朝廷招案 围剿端荣公主的那几名反贼,就不会消失在皇都了 那你所说的,可有证据 那百万银两,十八神铁,已经由十位江湖民俗验证过了 你们出去稍稍打听就知道 这天底下,谁的人头这么值钱 有谁刺了雄心豹子胆,竟敢行刺皇帝 五国的江湖是一个没有多少约束的江湖 自国家崩乱之后,便连最后一丝束缚也没有了 这里人命犹如草剑,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显贵 甚至是公主皇子的性命,都能明码标价 但这悬赏皇帝人头的事情,还是第一次听说 白银百万,神兵十八,宗师指导,勾兰扬明,习武之人 除了追求武道之外,图的不就是个名利 这一桩刺杀任务,几乎满足了他们所有的追求 如此丰厚的赏赢和条件,自然也有不少人蠢蠢欲动 但武皇久居深宫,身边敬畏无数 宫中高手遍地,没有宗师的实力 想要前进皇宫,刺杀于他,谈何容易 除非,有什么办法,能让他走出深宫,走出皇东 陛下英明神武,用兵如神,那些叛贼若是知道陛下要御驾亲征 怕是早早地就降了,哪里还用得着费这些功夫 朕让你打听的事情,有结果了吗 回陛下,有消息了,自从那日以后,老祖宗这些日子都没有回皇兜 那名前辈也不见了踪影,有不少人在皇都之外见过 二人拼斗搏杀的场面 居然还没有死,吩咐下去,朕亲征所需之物 桌内市省,尽快准备 遵旨,陛下 何是如此慌张 这,这是今日传到皇都的消息 大逆不道,大逆不道 这是谁发出去的悬赏,是谁 查,给朕严查 真要将此人千刀万挂,朕要诛他九族 堂堂一国之君,居然被人放在了悬赏榜上 明码标价,他的脑袋就值一百万两银子 十把破铜烂铁,这是耻辱 这是他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耻辱 陛下,已经查过了,那人没有留下姓名 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废物,废物,朕要你们这些废物何用 来人,拖出去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 朕还有要事,此次就不御驾轻征了 让南州都督,不惜一切代价 平定仓兜叛乱,死活不论 是陛下 丰婆子,你不遗余力 追了我两个多月 我扬万里可曾得罪过你 丰婆子,我和你什么仇什么怨 你如此恨我 莫非是老夫年轻的时候抢了你的男人不成 叫叫叫,叫什么啊你 在这给我叫 丙将军,正将军率领两千先锋 押送粮草先行,已至三十里外 出发,随我一同,讨伐逆贼 讨伐逆贼,讨伐逆贼,讨伐逆贼 此次南州与临州诸城 守兵进出,城防空虚 若是那些乱贼趁虚而入,可如何是好 此时大人多虑了 那些乱贼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州城外城城威风而已 哪里有胆子进攻州城 更何况东边那股最大的乱贼 也不过千余人而已 州城之坚固,没有五万兵马 哪里能随便攻破,除非这城门能从里面打开 纵是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 那藏州便是被人从内部攻破 我等也不可松懈 这些天,让人加紧巡逻 城门口再多派些人过来,严防那些乱贼 本将军知道 州城门口,两万大军刚刚从这里开拔 百姓退避树里,带他们走后许久 城门口才恢复了往日的秩序 一铃背着柴枝的汉子走进城门的时候 脚下不小心绊了一下 背上的柴枝散开,散了一地 怎么走路的,快点收拾,别挡着道 谢谢棺材大哥 收拾好了就快过去 后面还有人等着呢 背着柴枝的汉子离开以后 城门口恢复了正常秩序 那棺材站回原地,微微偏过头 和身旁的同伴目光对视 他向一旁移动了半步 将手里的一张纸条从后面递给他 大姐头,南州守军刚才已经出发了 城内空虚,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轰之下去 南州,云州,灵州,华州,鹏州 三日后同时夺城 南州都督带领着武州的守军前脚刚走 后脚就被人盯上了周城 若是城门打开 周城内剩下的那些残兵 自己带领几百兄弟就能横扫了 更别说还有这么多厉害的人在 这次一夺就是武州 五国境内,数十道烟臣 可还没有哪一路返王 能同时占据武州之地 我马上去安排 原想着只是小打小闹 圣乱打劫 没想到这次居然玩得这么大 哪些人去攻打端荣公主 欲棒相争 我们就做那得利的渔翁 真是妙啊 盲主 这次有两万人抢攻仓州 锦王他们应付得过来吗 就算是他们有二十万人 只要他说能应付过来 那便能应付过来 盲主对锦王总是有一种没有理由的信心 啊,当女人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 就会失去判断力 觉得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连盲主这样的奇女子都不能免俗 不过锦王很多时候 还是能值得信任的 我如今到了很多 我如今到了很多 我过来就会赔一下 我过来就会赔 rail 我现在被认为中央 快误 就是能量的